这个女孩快要饿死了 而她的面前却站着一只虎视眈眈 等着吃她的秃脚 好在这一幕被朱莉发现 她不顾有人阻止 立刻飞奔过去 伸出双臂驱赶走了那只秃脚 看着骨瘦如柴的女孩 朱莉急忙拿衣服裹住 但她刚准备离开时 却听见女孩的母亲发着微弱的声音 喊住了她们 母亲的身上鲜血淋漓 整个身躯被秃脚着实的千疮百孔 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想看孩子最后一眼 朱莉于心不忍 把母子俩都救了下来 但她不知道 这根本无济于事 整个难民营里需要救助的人太多 这里没有食物 一药 就连水源都寥寥无解 更可怕的是军阀滋生 朱莉刚到此处还没摸清状况 整只物资就已经被抢 救援人员看不过去 上前和他们理论 结果被一把推倒 正在军阀指挥搬走物资时 恐怖的事发生了 关键时刻 一辆汽车赶来 从上面下来一位牛仔 他带着一筐的香烟美酒 制止了军阀的掠夺行为 并承诺会给他四袋粮食作为报酬 军阀这才作罢 来到营地 尼克第一时间把粮食飞发下去 好让这些难民挺过今晚 说年来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度过的 吃了上顿没下顿 像尼克这样的救援人员 不知他换了多少 导致他们拼停落后的原因 并不是战乱 而是懒惰 朱莉带来的物资 顶多也就成四天 他冒死救下的那个母亲 最终也没挺过去 不过幸运的是 在朱莉辛勤的照顾下 小孩活了下来 而这些都不是最棘手的 因为整个难民营里 发生了瘟疫 他们需要更多物资 更多的钱 朱莉得知后 留下了一笔支票 连夜赶过着英国 筹集资金 但让他们想到的是 非洲的困境还没解决 远在万里之外的柬埔寨 又遇见了更严重的问题 那里被一帮 投顶红毛巾的人控制 数百万人被强迫劳动 那里没有商店 没有学校 没有医院 失灵儿童还被训练成杀人工具 朱莉得知后 立刻带人筹集大批物资 赶往那里 但这里和非洲不一样 战乱才是贫苦之地 最可怕的噩梦 红色高明根本不相信 他们是联合国救援队 并且怀疑他们是越南间谍 尼克尽力解释此行的目的 只为了拯救百姓 没有夹杂任何政治思想 红色高明一听 立刻从人群中爆出了一个孩子 这个男孩还不到一岁 手中却被人塞了颗手雷 母亲见状撕心裂肺地扑了过来 却被红色高明一枪打死 一个女队员看不下去 上前李律 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刀划伤了脸 尼克见状趁举反抗 庆祝了他们的首领 并威胁所有红色高明放下武器 本以为危机解除了 但万万没想到 最让人担心的事发生了 旁边的大哥健壮 立刻冲了过去 在此在命中身体的最后一刻 将手雷扔出了棚外 随着手雷的爆炸 现场正式软作一团 在尼克的带领下 所有人员都和红色高明 尼尤打起来 他们把心中羁押的怒火 全部撒到这群人渣身上 而那个小男孩 双眼中吸满了泪水 恐惧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如何 在柬埔寨杀了红色高明 他们的下场只有死 不得已 尼克只好带领他们翻身越岭 往泰国境内逃跑 只有离开这个动荡不安的柬埔寨 他们才有一线生机 经历多次生死以后 尼克和朱莉在朝夕相处中 居然慢慢产生了感情 可朱莉毕竟有加 为了尽快斩断这个孽缘 他最终还是决定 回国陪伴自己的孩子 离开这个男人 长期奔走在国际救援中 朱莉得到了联合国最高奖项 可就在颁奖晚会那天 朱莉收到了尼克的来信 此时的他身处暴乱的车臣 正在用生命拯救更多的难民 朱莉知道尼克肯定遇见了麻烦 忽然也不会托人烧信过来 于是他告别了家里 独自一人来到了这个地狱 上世纪90年代的车臣有多恐怖 这里到处充斥着战乱 大街上的行人走着走着就没了呼吸 这里到处都是尸体 尼克就因为曝光了车臣的恶响 就惨遭绑架 但奇怪的是迄今为止 车臣判军都没有发来索要赎金的消息 朱莉只好安居下来慢慢等待 突然有一天 一个自称是尼克好友的男人出现 他得知尼克被关押的地点 可以带朱莉过去 但到了那里后 车臣判军放不放人 他就不知道了 朱莉没有犹豫 立刻赶了过去 用全部积蓄 换来了短暂面见尼克的机会 此时的尼克虚拖到昏迷不幸 任凭朱莉如何呼喊都没有反应 可就在这时 判军的基地被轰炸 那些守卫只顾着逃命 完全丢下了他俩 朱莉见状迅速解开绑住尼克的绳子 然后叫醒了他 正着俄军进攻的空障 两人赶紧逃落出去 可就在离红十字救援营地 只有几百米的时候 判军追了过来 由于尼克腿部受伤 行动缓慢 只能让朱莉先行离开 去搬救兵 可判军怎么会给他们机会 手里拿起枪瞄准了过去 一枪打中了肩膀 听到枪声后 朱莉想回头救他 却意外踩到了地雷 看着一动不动的朱莉 尼克大声呼喊 让他赶紧离开 并且飞奔过去 为了不让自己的艾琳也命丧此处 为了给附近的救援部队发送信号 朱莉闭上双眼 深吸一口气 为艾勇敢地迈出了一步 看着深爱自己的女人灰飞烟灭 尼克绝望地躺在雪地里 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此时救援的飞机也终于赶到 可他最爱的那个人 却已不在人世